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主我们仍然能够在网上来见面 We thank the Lord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meet each other over the internet 我们正是希望很快我们可以有面对面的聚会 We hope that quick soon we'll be able to have this face to face meeting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聚会 我们都知道神必定与我们同在 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谢主给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祂的话语 We thank the Lord this morning that we have a time set aside to meditate his words 让我们一同开始的时候先来读一些的圣经 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The first passage will be from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s 9 and 10 这里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 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reading from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s 9 and 10 Therefore we also have as our ambition whether at home or absent to be pleasing to him verse 10 For we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so that each one may be recompensed for his deeds in the body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done whether good or bad 这里讲到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 He is talking about there's a judgment before his mercy throne 我们所行的所做的都要在这里显露出来 and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will be reviewed to one day 就是按照善或者按照恶来受报 下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21到23节 这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义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reading from Matthew chapter 7 21 to 23 Now everyone who says to me Lord Lord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will enter Many will say to me on that day Lord Lord did we not prophesy in your name And in your name cast out demons And in your name before many miracles And then I will declare to them I never knew you Depart from me You who practice lawlessness 这里有一帮人 他们来到主的面前 说我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This is a group of people that came to the Lord And said that we did a number of things for you 但是主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But yet the Lord told them that I do not know you from the beginning 下面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 The next picture is from Mark chapter 14 verses 3 through 9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珍拿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把膏交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由她吧 为什么难为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 她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属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reading from Mark chapter 14 verses 3-9 而他们卖三十多年 而他们卖三十多年 但耶稣说 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这里有一个女人 她在主的身上做了一件事情 但是主就说她所做的事情要被纪念 我们圣经就先读那么多 我们在低头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我们实在需要祢的话 来提醒我们 主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受到世界的影响 特别在困难的环境 特别在困难的环境 我们很容易灰心 很容易失望 但是主我们求祢 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祢 免得我们将来与主见面的时候 你说不认识我们 我们求主怜悯 求主带领 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在祢的旨意当中 蒙祢的约纳 蒙祢的纪念 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刚才我们读了三段的圣经 我相信这种姐妹对一些三段的圣经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三段圣经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三段圣经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述第五章这一段 那里告诉我们很多人要立志 立定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心愿 所以他们立了这个志向以后呢 他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将来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 然后就会显露出来看这些所行的是善的还是恶的 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 是我们的主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一件事情 彼得前书告诉我们 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 但是得救的人来到审判台前 就不再是关于得救与不得救的问题 乃是关乎你们有没有得奖赏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基督的台前显露的时候 如果神看是善的 我们就得奖赏 如果看起来是恶的 我们自己要受亏损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不是看我们 不是在乎我们做的事情多或者少 乃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做得合乎神的心意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很快 在各样的经像里面看 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 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愿 要讨主的喜悦 但是我不希望到时候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惊讶 但我并不想你感觉到我们来到基督台前 你会变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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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可能对我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就有一些这样的人 这些人呢 我们要注意 他们不单单是信主的人 并且他们是非常热心要服侍主的人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 他们奉主的名传道 赶鬼行许多的异能 所以他们是信主的 他们是热心服侍的 并且他们是有恩赐的 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才能进去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原则 就是属灵的恩赐 绝对不能够代替我们 能遵行神的旨意 主曾经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 主耶稣说 他们用嘴唇尊敬祂 但是心却远离祂 所以我们明白 跟随主不单单光在口头上 这个就是称呼主啊主啊的意思 必须有实际的行动 这个就是遵行天父旨意 所以不单单是口能够说 并且我们所行的都要遵行神的旨意 其实啊神看重做工的人 比工作更重要 我们想一想一切的工作 其实在神的手中是轻而易举的 神要成就一件事情 说一句话就行 但是在神做很多工的时候 祂愿意与人来参与 神愿意与他同工 目的不是要完成某一些的工作 主要不是完成某一些的工作 主要的目的是要得着为他做工的这班人 所以这里想到不遵行神的旨意的人 就是代表他们随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的人 换句话说就是不服神的权柄的人 所以他们做事情随着自己的喜好 有可能也是为了直度纷争所以来传福音 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一班人 这班人可能看见保罗里那么热心的为神去传福音 现在你被抓了 你在监牢里面了 让我来传吧 我传得聪明一点 我不会被他们抓的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还有各种各样为了自己的原因来为神做工 最后的结果就是当他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讲到这个认识这个字 当然耶稣认识他们 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认识这个字另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承认 第二个是承认 第二个是承认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 如果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 就是他们所做的主不承认也不认可 然后主耶稣说作恶的人 作恶在英文的翻译讲到说他们是不守法的人 不守规矩的人 他们就是不遵行神旨意的一般人 主耶稣说离开我去吧 所以他们所做的工 主一件一样都不会被神去纪念 这些人所谓的服侍 其实他们是滥用主的名是来服侍自己 所以最后他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会好像从火经过一样 但是也通通被烧了 没有什么能够存留下来 另外一段圣经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呢 这里的记载完全不一样 这里有一个女人 我们知道这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这个女人玛利亚在那个时候高了耶稣 但是最后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主说她所行的作为纪念 跟前面所做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主耶稣很看重她所做的这件事情 主怎么说呢第九节 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主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所以主耶稣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一定要提到这一个女人 提到她所做的因为她所做的是一个好的榜样 她所做的事情看到一个人被主的爱摸着了 她就以行动来回应 并且她尽心尽力地爱主跟服侍主 这是每一个得着福音的人应该有的表现 其实这个就是奉献的意思 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必须要带进奉献 然后呢才有真正的敬拜跟服侍 不然的话就不够完全 所以耶稣才吩咐所有的人 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必定要提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我们也应该回想一下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学好奉献的功课呢 如果没有学好的话 可能今天我们的服侍就会出问题 就好像这一般称呼主啊主啊的这一般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就是我们来温习一下 到底玛利亚在这里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 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 主耶稣是公开地来称许她 我们看看她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她是献上她最好的 想讲我们说最好的 其实是我们心中的宝贝 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玛利亚当时是拿着一瓶极贵的珍拿打香膏 这些香膏很贵重啊 这里说是三十多两银子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的话 这个是一般的工人在当时一年的工资 所以用今天来计算的话 我大概我乱讲一下就是大概五万美金一点啊 我们一年五万美金左右 当时来说对玛利亚这个是宝贵的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个习惯就是 这是香膏啊 就是为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 为他们在出嫁的时候 为新郎交上的 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瓶的香膏啊 是代表她一生的幸福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了主 希望去服侍主 然后有一个年长的就跟他讲 你愿意奉献给主很好 他说但是如果主要你把你拥有的房子 奉献给他你愿意吗? 那个年轻人说哦没有问题 然后那个年长的对他说 如果主要你奉献你开的车子你愿意吗? 那个年轻人说哦没有问题 最后这个年长的问他 如果神要你奉献你家里所养的鸡你愿意吗? 然后第三个问题 那个年轻人说啊那个不行 连长的问他为什么? 年轻人说因为我只有一只鸡 我没有房子没有车子 这是我唯一有的 就是这一只鸡 所以很难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心中所宝贵的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真正的奉献你要献上最好的 这个是玛利亚所做的 这个是玛利亚所做的 因为这就是玛利亚所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家里有什么多余的 我就奉献到教会吧 从来我们很少我们会想到 我们家里有什么最宝贵的 我要奉献到教会 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不容易 但是是必须的 我们献给主的时候 不要把这些不好的 赐好的来献给主 我们要献上最好的 有一首诗歌讲到 将你最好的献与主 然后说就是献你年轻的力量 我听过不少人说就是 哎呀我很愿意服侍主 但是等我退休以后呢 我一定把时间交给主来服侍他 主要的是最好的 如果年轻的时候能够奉献来服侍主 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 不要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你把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 主还给你的 会超过你的奖项 在今月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一个穷的寡妇 她在圣殿里面去奉献 她只献上了两个小钱 但是主说这是她一切养生的 她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 这个也是盟主所纪念的 另外一件事情讲到 她把她的玉瓶打破了 其实这个玉瓶打破了以后呢 香膏才能够出来 因为这个香膏是很香的 并且要保存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玉瓶是密封的 所以里面的香膏要倒出来 必须要打破这个玉瓶 所以这个玉瓶打破了 就没有其他的用途了 所以她打破这个玉瓶是单单为了主 她单单为了主就把这个玉瓶打破了 我们想到一个同样的道理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提到 我们就好像一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 这个外面的瓦器必须要被打破 然后里面的宝贝才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学了一个功课 如果我们不破碎自己的时候 什么叫破碎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 神的旨意不能够显出 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很可能会反过来 会防卫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都很有自己的意见 我也记得以前有一个比喻 讲到一个年轻人 也很愿意服侍主 主有一天就来跟他说 何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 那个年轻人很兴奋 没问题主你吩咐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然后主对他说 那个房子外面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 你可以帮我推这块石头吗 这个年轻人说 好没问题 我很有力气 绝对没问题 然后他出去一看 哇那个石头非常的大 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行 然后他就去推 推推推 动也不动 然后他说 今天暂时停在这里 明天再来 然后他每一天都在推这块石头 当然这块石头比他大很多 是他一个人绝对没有办法动的一块石头 然后他心里就有很多的想法 他想到可能 诶我一个人不行 我可以多叫几个人来 或者他在想 主可能讲错了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主耶稣不会错的 他可能讲错或者听错 但是他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他还是愿意每天去推这个石头 但是到最后他不行 没有办法了 他就想放弃 因为事情的发生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他放弃以前 他来到主的面前去问主 他说主啊 可能我听的时候听得不准确 主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 主说没有错 你可能听错了 我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要你去推这个石头 要移动这个石头 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 你的责任只是去推 其实我的心意啊 是要锻炼你的身体 你看看你现在 你看看你现在 你已经比以前强壮很多了 这个人就说 我完全误会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误会了神的心意 我们的自己出主意 很多时候有这样 如果他放弃的话 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就不能够成就了 他说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软弱 所以这里看到 愿意破碎自己 或者愿意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 是逃成喜悦的 所以在为了带来的神 你必须要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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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意识 科林的前书十三章 当讲到爱的时候 讲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就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 有时候我们宁愿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 这个是主耶稣向父神的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学习的 这个是主耶稣向父神的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学习的 这个是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里面祷告的时候 他说不要叫我的意思 乃是要叫你的意思 结果照着神的意思 主耶稣就上了十字架 我们就能够得救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 神的心意能够成就能够满足的时候 更美的事情就会成就 这个是玛利亚所做的 另外一个 玛利亚是完全为了主和摆上的 她打破玉瓶香膏流出来 她完全地叫在主耶稣的身上 没有留给自己 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叫 何等惭愧何等痛悔 I remember him that says Oh the bitter shame and sorrow 第一节这样说 何等惭愧何等痛悔 当我流泪想当时 如何刚应聚主生爱 仅敢骄傲对主说 尊为己全部为你 I remember the first stances that they say Oh the bitter shame and sorrow That a time could ever be When I proudly say to Jesus All of self and none of thee 然后诗歌一直讲到主的爱的时候 When the hymn continue to mention about the love of God 到了诗歌最后一节第四节 And when you come to the last stances The fourth stances 所以说 祂爱高过最高天庭 升过最深的海洋 主你得胜我今福以 云我诚恳地道齐 不畏己全为你 And the last stances of the hymn says Higher than the highest heavens Diaper than the deeper sea Lord thy love at last has conquered None of self and all of thee 所以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 For our life to continue to grow 应该好像这首诗歌的结果一样 Should be just like the ending of this hymn 开始的时候 可能我们很多的自己 Because beginning there's a lot of self 但是我们经历过主的 常或高深的爱以后 But after you experience the love of God which is so wide so deep so broad 我们一定会愿意 把我们自己完全地奉献给祂 Then we are definitely able to give ourselves offer ourselves completely to Him 但是求主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经历祂的爱 But may the Lord let us experience His love daily 叫我们更小地为自己 So that we are able to consider less for us 然后更多地为了主 And we can do more for the Lord 最后我们能够完全地献给祂 And at the end we are able to completely give ourselves to Him 能够蒙祂的悦纳 And our deeds will be acceptable to Him 这是在玛利亚身上 我们看到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So these are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we see from the lesson of Mary 然后呢 仇敌看见 有人愿意这样的奉献的时候 当然不甘心 And we know that the enemy is always watching When you see that someone is willing to give themselves completely for the Lord They are not willing 然后它在人的心思里面 让人产生一些不正确的想法 So the enemy will be very unhappy And they will start to have set upon the person's different ideas 所以第四节说 有人心中就很不喜悦 So here first of all it says that a lot of people would not be very happy 我们知道犹大是其中一个 We know Judah is one example 因为他是管钱的 Because he is one that is in control of the treasury 他也是贪钱的 He is also one that has greed 如果有钱的时候 他可以从中自己拿一些 Because he is greed he decided to take a portion of that from the treasury 所以钱越多越好 And you know that the more the better in terms of money 但是这里提到的当然是犹大 Here he did not mention about Judah 这里提到有许多人 He also mentioned about many people 这是门徒当中的有许多 And there's many in the midst of the disciples 这里没有说通通十二个门徒都这样想 但是大部分是这样想 We know that he did not mention that which disciples is thinking about this way But we know the majority might be thinking they have the same thoughts 这一种想法呢 其实是很合理的 And perhaps this might be something reasonable 没有错 这些香膏卖了以后 可以卖三十多两的银子 可以周济穷人 It's true that this costly perfume can be sold for 300 denarii And to help out the poor 所以用一年的工资 就是今天来说 如果有五万块钱的时候 也可以帮助不少的人 但是主就解释了 But this is what the Lord explained 第七节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And the Lord said in verse 7 The poor are with you often And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want But I'm not always with you 其实穷人的问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 And this question about being poor Is never going to be completely solved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罪人 Because today we are all continue to be sinners 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的 And sinners continue to live very self-centered in their life 所以只有一个结果就是 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So under this principle is that the poor will get poorer And the rich will get richer 现在你看见整个社会就是这个现象 Look at the society today This is a very popular 但是我们的主来 不是为了解决人暂时的问题 But yet we know that when the Lord comes It's not to solve the temporary problem among men 生病 宠苦 这些都是暂时的问题 So being poor having sickness is something temporary 主来是为了来提供一个永远的答案 But what the Lord comes is to give us a permanent eternal solution 他来是为了预备救恩 When he comes he comes to prepare the salvation 他来是为了要解决人的罪 He come to deal with man's sin 为了世人永生 And about the eternal life of man 将来也与人一同同享他的荣耀 And one day that man is able to enjoy this Share with this glory with him 如果一个真正被主的爱摸着的人 And if one person had to truly touch by the love of God 他不会再计较是与非 And he will be able to not consider much about 不再计较得与失 Whether he gain or he lose 不再计较成与败 And whether he is success or fear 他只会顾 关心的是主的喜悦 And what he truly desires is the will and the work of completion of God 所以即使是很多人认为是枉费的事情 他都甘心乐意地去做 And many people think that what he has done is a waste of time or waste of effort But yet he is continue willing to do it for God 今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Today perhaps we will do many things 都是不是为了主的喜悦而做 And what we did today perhaps is not pleasing to God 却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做 But we do it in the purpose of our work 这个就是高主跟救济穷人的分别 So this is to honor God and also to help of the poor the difference 我们爱主的时候 and times that we love the Lord 如果过多运用我们的理性 when we overuse our reasoning 就是没有属灵的眼光 and we will not have this spiritual vision 我们常常用理性的话 很多事情都觉得枉费 So every time if we use our own reasoning we think that a lot of things are a waste 我们多想爱的时候 Every time we have this thought of loving more 很多事情都觉得合理 And things that are reasonable to us Maria愿意高耶稣 When Mary decided to annoy Jesus 因为她觉得主是最宝贵的 Because she is considered the Lord the most precious to her 所以虽然旁边的人不断地说话 And even though many people are continue to scold her 她都能够忍受各样的艰难 And she is able to bear all these difficulties 她愿意去做 And she continues to do what she set out to do 她讲 如果主真是说 这些是一件美事的时候 She said that when the Lord indeed said This is something very beautiful 不论什么困难 No matter how dignity that I am facing 她都欢喜快乐地去做 And she do it in joy and happiness 我们感谢主当其他人讲话的时候 We know that there was many people Are speaking about her on the side 我们看见主耶稣做了一件不常做的事情 We know the Lord did something very unusual 耶稣起来为她辩护 And actually the Lord got up and debated for her 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And this is something incredible 就好像今天我们被一个人无礼地控告的时候 When you've been given a lawsuit 我们请了一个辩护的律师 好像主耶稣一样 And we ask And we hire a trial lawyer Just like the Lord Jesus 那我们就一定放心 Then you will have a peace of our heart 这个就是主耶稣讲话的时候 So this is a time when the Lord speaks 玛利亚心里面的想法 And this is what Mary was thinking 雖然玛利亚全心全意的献上最贵重的 雖然旁边的人批评她 論断她 And we know that a lot of people continue to judge her and scold her But yet Mary did what was most precious to her to give her best to the Lord 但是主知道她的心意 知道她的动机 But the Lord knows what is her initially And the Lord cares for her 主说由她吧 为什么要难为她呢 And the Lord said let her do what she set out to do And do not give her any hard time 约束说这是一件美事 Because the Lord said this is something beautiful thing that she has done for me 这个并且是玛利亚一生当中最美的一件事情 And this is something in the life of Mary that she has done That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that she has done for me 因为她能够把握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个机会 Because she is able to grab hold of this opportunity 所以我们在重圣经里面看的时候 玛利亚是唯一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 提前为她预备安葬的事情的一位 So we can see from the scripture Mary is the one actually doing the preference of the Lord before his burial going to the cross 耶稣死了以后有人告她 When after the Lord has died 也有一些人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预备了香膏要来告她 And also the nerd People have prepared the costly perfume For the day of his burial 但是他们都错过了机会 But they already have They did not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耶稣并且称许她 And the Lord also praised her 祂所做的是尽他所能 And she had done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her abilities 当一个人尽了他的所能的时候 不论他献上的是多或者少 必定蒙主悦纳 So when the person gives everything that she has And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The Lord said 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我们可以她在一起来想象一下 So can we come together and meditate upon this 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跟妈妈在一起 There's a three-year-old child Is along with the mother Mama爱她 她也非常爱妈妈 The mother loved this child And he also loved the mother very much 有一天她在后院在玩的时候 And one day he was playing in the backyard 从后院的栏杆中间有一个缝 他看到对面有一朵花 And then one day he was playing in the backyard It's from the fence And there's a space between And he saw that there's a beautiful flower And then he saw that there's a beautiful flower And then he thought 我要把这个花摘下来送给妈妈 And say I'm going to pluck this flower down And give it to my mother And then he thought 想尽办法要跨过这个栏杆 要到对面去 So he tried to come up with matters So he can cross over this fence And get the flower for the mother And the mother's that个子很小 所以什么 用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爬过去 But because he's so small in size That all the matter he came out with It's not able to get the flower 結果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And then now he come up with another idea 他可以从这个地方 跑到栏杆的尽头 Now he can come from this place And run all the way to the end of the fence And then he can come from this place Go around it 要跑到原来的地方 And then go to the original place 把花摘下来 And then pluck the flower down 然后从原路跑回来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way that he traveled before 妈妈指示的看 这个花已经开始凋谢了 叶子也开始枯干了 但是你猜妈妈怎么说 妈妈说 哇 这个花很漂亮啊 为什么 因为这是孩子尽他所能 送给妈妈的 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尽我们所能 无论我们献上的是什么 主一定愿 并且主耶稣说 玛利亚做这件事情 是为他安葬预备的 玛利亚怎么知道 主耶稣要死了 其实不难去理解 因为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 多次的向门徒讲 他将要被害 他要死 所以他一定会被安葬 而且十二个门徒 应该都清清楚楚 听到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件事情 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记载 但是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 提到玛利亚 在主耶稣面前所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大概在主耶稣被玛利亚所高以前的大概六个月的时间 这是玛利亚把耶稣邀请到他们家里来 然后玛利亚因为要侍候耶稣 所以他非常的忙乱 但是玛利亚就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 要听她讲道 并且耶稣说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但我们愿意靠近主 当我们愿意留心地听主所讲的话的时候 主所讲的我们都不会错过 其实主把这件事情也讲给十二个门徒听 他们一定听见 但是他们没有放在心里 玛利亚听见了 玛利亚得到神的启示了 她相信了 所以她就有行动 她就愿意把这个高来高耶稣 是为了她安葬来预备的 最后我们有一点的温习 刚才我们看到两个很强烈的对比 有一帮人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最后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有一个女人做了一件事情 主耶稣说你们要 属说她所做的以为纪念 所以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 我们看到一些最终算数的侍奉 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要献上最好的 我们要把最好的放在祭坛上面 交给主 让祂来使用 另外我们要愿意破碎自己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十字架的功课 就是当我们的意见 跟主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让路给祂 我们要完全地为主 不为己 完全为主 我们要以主为最宝贵的 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 我们要抛弃万事 为了得着基督 因为我们把祂看为至宝 并且我们需要忍耐一切的艰难 不论是别人的冷言 冷语 不论是各样环境上的困难 不论是从人来的逼迫 罗马书八章讲到 这些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另外我们要相信神所启示 神启示了 我们明白了 相信了 我们就需要以行动来配合 另外我们要把握合适的机会 最对的时间 这是主的时间 只有祂的时间是对的 当我们知道这个是主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机会 借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就按照主的吩咐 我们要行动 最后一个 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所能 最大的诫命就是 尽心尽信 尽义尽力 去爱主我们的神 玛利亚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死以前 尽他的所能 让我们也能够趁着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 我们敬我们的所 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们必定会蒙主的纪念 我们地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 把祢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 把祢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看见这两个不同的结局 有一帮人 最后是 主说我不认识他们 这里有一个女人 主说 你们要所说她所做的以为纪念 主我们真是愿意 我们所做的能够蒙主的纪念 我们感谢祢把玛利亚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愿意学习她的榜样 尽我们所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 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拜托的串宗 我们在串宗宫的名字 我们在串宫的串宫 虫师庆祢 Amen Amen